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中房地 我是大騎 今天來到壇子的大富路二段 就是這條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 農地加合法農社 再加廠房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物件 我們看一下 現在它的土地 先跟大家講 因為它的土地範圍比較廣一些 再一一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往那邊看 會有看到一個紅色的碟 對 就是有一些字這邊 這裡 對 就它啦 那邊是我們的介指範圍 所以說 其實我們的土地 是有一部分在路上 但是不影響它的好用 來 我們往這邊看 這裡還有一個借樁 這條路就大約一半 一半是我們的 那一半是別人的 這樣子 所以不是賣這一邊 是賣這裡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看農社 我們先來看它其他的土地範圍的部分 然後我們先看我現在站的這一個 它是國有地 包含這個水溝 水利地 包含這邊有一部分的水利地 那隔了這個水利地之後 這邊現在目前看到的是 這個比較像原始林的狀況 這邊是我們的土地之一 這一部分 那一直往這邊延伸過來 現在走看到的這些都還是水利地 往這邊看這些樹林的那邊都是 都是我們土地範圍 一直來到 哇 這裡有顆菠蘿蜜 菠蘿蜜超多 我這個攝影師要小心走 哈哈 這邊是可以走出來的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鐵欄杆 那就是範圍就是這裡了 所以這一整塊 包含我們剛才網路口那邊的 這全部都是我們的地 水溝這邊都不是 那邊的都是 包含也有到 好啊 所以這塊不是 這塊不是 現在走的這個路上都還是我們土地範圍 這個花蠻漂亮的 它的花蕊特別長耶 花好特別喔 應該不是喇叭花 這不知道什麼花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麻煩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其實這樣子一路走來 可以看到對面也都有一些工廠 所以這間蠻適合就是 當成辦公室 或者是家庭工廠 我們等一下後面還有一個廠房 這條路也是我們的 對 這個範圍這條路都還是也是我們的 那接著來看 濃色的部分 大家最期待的濃色 先往這裡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橘色的跟牆壁一樣顏色 這個 它是動力電的那個 應該算電容吧 所以可以把它再申請動力電 這裡有很特別的 這邊有咕咕圓 這個香菇翻過來就長這樣 來看濃色的部分 之前有租人 其實他們也都稍微有整理過 這邊就算是客廳的空間 蠻大的 之前的租客它是做廚具 所以它廚房的部分做的特別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中島 我們這邊還有SAKURA的這種電磁爐 這廚具應有盡有 放冰箱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後門 可是這個後門它現在目前是封住了 所以我們晚一點再從後面這樣看 再去後面看就好 這邊一個房間 哦 對 先跟大家講一下 有看到有看到這個有些屋況 像說這些壁癌什麼的 就是我們會是現況交屋 不會再做整理 那如果你覺得說這個屋況的話 會想再溢價 那就是我們再來商談 像說這一間其實它屋況也是有一些壁癌 都還蠻明顯的 那我們來這邊是它的一樓的衛浴空間 它有特別在往下挖 所以雖然一樣是在這個樓梯的下面 可是其實高度算不會說像大部分的透貼那麼壓迫 而且它有開窗 還是蠻棒 不過它是在77年蓋的 所以它也差不多36年 所以這個屋況都會還需要再整理過 我們來去二樓看 這邊的高度不高 不過這個梯間蠻長的 這梯間這麼長的話其實也可以再做一個位置 這個是現代風 這個是北歐風 不過現在都不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 它有陽台的房間 對 那這個陽台的話可以看到剛才的前院那裡 其實我覺得之前的租客比較不像做廚具的 應該是做建材的吧 做裝修的 也有做員工宿舍 難怪 好來 那這間的話它的烏晃沒有剛才那間那麼好 它的避崖也是蠻嚴重 不過這間是一個套房 所以它有一個衛浴設備 而且一樣有開窗 畢竟它是獨棟的 所以衛浴開窗算是 很正常 那來看其他店 這間 這間也是一個套房 一樣都有避崖的狀況 這邊是它的 規律設備 一樣也是有開窗 不過這個房間它算是房中房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室內空間 好球打不開 窗戶看好了 還好窗戶打得開 這邊通風很好 那也有做鐵柵欄 還有做鐵窗 我們還有三樓可以看 三樓的話就是針劍 很明顯的 這個位置就少了剛才那個地間 那個長度 這邊還有隔房間 那我們一一來看 這其中一間 哇這個 整個 紅通通的感覺 有點特別 整個房間紅通通的 好像那個紅燈 紅燈區 有點像 這邊雙面採光的紅燈區 這個是他們的公用空間 這個 不太像 而且它有光看到光 我知道 這是它的天井的部分 這是它天井的部分 它只是用木頭隔起來比較安全 這是他們的公用空間 所以我拉鐵皮起來 這間就正常了 它沒有紅燈 一樣雙面採光 沒有紅燈 那我們還要看那個 廣場 還有 這個 倉庫的部分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地點 這個地點如果說要去 譚德門市 也就是在崇德路上 大根大夫路交叉口的那個 譚德門市 不是我講錯了 是崇德路跟譚夫路交叉口的那個 譚德門市的話 其實騎車大概兩分鐘而已 所以去到崇德路兩分鐘就能到了 那在往南走 崇德路再往南走就可以到74 再開車大概有5分鐘而已 就這邊交通非常好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後院 它有用鋼鼓做了一個鐵皮的這個 遮陰的地方 垂塔 在哪裡 沒看到水塘 好 沒有看到水塘 沒有它這邊都沒有水塘 那跟大家講一下 它現在有使用的水是地下水 可是那個自來水也在路邊那邊而已 其實要申請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就可以一次使用兩種水 就不怕缺水 那那個是不是抽水馬達 這是抽水馬達 這水塘是從那邊抽水嗎 對啊這邊抽水上去使用 而且它是有用逆滲透啦 因為它怕說這個 我們這個地下水比較沒那麼乾淨 這樣子過濾做使用 現在看到這個廣場這個 鐵皮的部分 那因為空照圖來講 這看到就是有鐵皮了嘛 其實如果說你想要當倉庫 就是再把它旁邊這邊 側面鐵皮再圍起來 也可以再當作一個倉庫 如果 現場的話 因為它 廣場的部分 位置很大 就可以停車了 不過它這樣的缺點是 它沒有車棚 所以說現在這個是原始的車棚 也可以再搭這個過去 直接一整排 那當車棚 可能會比較 可以有遮音的效果 不然好熱 那你也可以留一部分的這個回轉空間 因為如果你 裡面這邊當倉庫的話 有時候車子 要運輸的車子比較大的話 這裡也可以當它的回轉空間 就夠了 甚至 如果你喜歡打籃球的話 這邊再鋪一個 籃球場 大概一半就可以了 就可以一個全場 空間非常足夠 總地坪有455坪 我們剛才也介紹的那個農舍 它的 建坪是56坪 這個 這個 這個大概大約50坪 它這種沒有權狀 所以就比較沒有資料可以參考 我們是大概用量的 大概有50坪可以使用 只一眼就忘穿了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現況交污 包含這邊鐵皮 是稍微有一點破存 這邊是稍微有點破存 也是都這樣現況交 這個都不會再維修 再再交給買方 所以買的話都要自行處理 這是找來的 這個算是附贈的啦 後面一樣還有一塊地 空地 這個博友這裡 這邊是國有地 不過我們的出入比較不需要去用到這一邊 這邊就讓裡面的人過這樣而已 讓路給人過而已 就在水溝以內都是我們的 好 現在再跟大家講這個倉庫 鐵皮倉庫 遠方的那個合法農舍 加上我們現在這塊土地 還有林路的一部分農地 現在總坪數455坪 農舍56坪 目前開價8888萬 讓你發發發發 還有我們國土計畫法來說 這一塊農地的部分 它是編列為在乘一的部分 趕緊來電 預約賞務